來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來 給大家請安問好 謝謝 謝謝 來 謝謝 謝謝 畫面上是欺賭市場 人聲鼎沸 國民黨市長參選人謝國良 來到了市場 不斷的跟民眾互動問號 發送宣傳小物 而旁邊還有團隊夥伴 來進行手機直播 這是在野身分的謝國良 採取的選舉策略 從街頭再出發 近距離的來接觸在地民意的溫度 而民眾實際的回饋也很直接 讓他充滿信心 好 再一次 好 謝謝 謝謝 我覺得第一線 就是永遠在基層跟民眾接觸 可是因為跟民眾接觸 永遠只是一小部分 所以現在透過直播 我們可以讓大家知道 我們每天早上等7點鐘 就在各個地方跟通勤族問候 那因為通勤族早上不論是起來 或者是在搭車 其實都還是有空閒的時間 現在有很多通勤族朋友 或上班族朋友都說 每天早上起來一滑到手機 第一眼看到的其實就是小愛爸爸 那我覺得這也是很好的習慣 讓他們睡醒第一眼去看到我 所以我們現在每天 像這個是買菜的行程 但是我們之前其實 我們在這個每天早上的通勤族問候 才是我們的重點 那通勤族就很辛苦 我們的策略 我們的目的 也就是要把就業拉回到基隆來 這一點現在也是廣為人知 這是未來我們要做的一件事情 嗯 好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 這個民眾的這個日切的活動 這邊有一些滿好的回饋 對 是 日程你也看到了嘛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 問候買菜的姐妹們的過程中 大姐們 大哥的過程中 來 你好 謝謝 其實大家都有看到嘛 事實上我們的這個 大家也都很關心 也都很認同我們這一次 深入基層的一個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我相信我這次一定會勝選 我相信 那大家也都非常的支持 那你知道有很多人 甚至抓著我的手就說 拜託你啊 拜託 我以為我要跟他拜託 為什麼他跟我拜託 他的意思是跟我拜託說 不要讓民進黨再執政下去了 尤其在基隆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這次感受到 跟以前選舉不一樣 就是民眾的那個情緒 已經沸騰了 其實是已經到一個高點 那這個是我們要為民眾來做的 那當然我們要爭取這個服務的機會 那這個就是過程 這是我親自的體驗 所以我也要跟大家 我也要還原給觀眾朋友 讓他們來了解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的 心裡的感受 跟那些抓著我的手的民眾 跟大姐大哥們 其實感受是一致的 因為你現在沒有比較沒有任何 這個服務也不是那個執政當選 是不是說這次打起來會特別的辛苦 我覺得我們自己努力 然後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實力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部隊 最主要真正的部隊是什麼 是一般的民眾 是我們的所有的基隆市民 他們才是我最堅強的後盾 我的對手雖然是現任立法委員 可是我認為他對我並沒有什麼真正的 大哥謝謝 他對我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優勢 我反而覺得他的現任立委絕對是他的一個包袱 因為陳維仲最近他們陣營也才談到了 基隆其實就是只有一席立委 跟一席市長 如果這席立委不小心當選市長了 那整個又要改選 所以對民眾來說 真的是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所以我認為我的立委 我的對手他是有立委包袱 他並沒有所謂的立委優勢 曾經擔任過立委的謝國良 目前轉換由在野身分來挑戰市長寶座 但是從現場的觀察 謝國良跟民眾互動的真實狀況 讓團隊感到滿滿的溫情 讓他們從街頭再出發的信心不斷的沸騰 忘記辛苦跟老淚 好可愛的妹妹喔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 謝謝 妹妹好